星月流水在灯笼上作画 从可爱皮卡丘热闹海底世界 载到庄严佛像 创作主题超多元 我的灯笼是属于比较走 台南的安平古堡系列 跟庙宇系列的文化 响应的明年的台南400的这个活动 发挥创意庆祝台南建成400年 这是佛黄山南台别院亲子创意彩绘灯笼比赛 两天赛事吸引超过1000位大人小孩参赛 而三好校园也来参战 那我们学校也是三好校园 所以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很鼓励我们的亲子来参加 亲子集体创作画出平安幸福愿景 南台别院举办这场温馨活动 也为社会注入一股暖流 把手上的灯笼变身为一盏一盏 传递光明给人温暖的灯 不仅照亮周遭的人 也为社会燃起希望之光 祝福全国人民平安幸福 国家安和乐利 那我们也邀请佛黄山 各位好朋友所制作的灯笼 在比赛中间得奖的 都能够在我们台湾灯会 我们的灯区里面 让很多来自国内外 还有我们在地市民朋友们 都能够看得见 就连台南市大家长都来了 未来这些作品不只渴望在南台别院展出 也有望在2024台湾灯会亮相 和国际旅客 广结善缘 因为是台北台南 综合报道 好 太误粟了